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现今台湾所流传的男权已经充分的本土化 目前以太祖及白鹤为母体 分成许多不同打法与派别 这次介绍的是白鹤泉里的 飞 民 素 石中的石鹤泉 台南柳林的瑞塞叫林德顺 他是在日治时期等于说是偷渡到台湾 偷渡到台湾来之后变成说他变成到台湾来打工 打工的情况是等于说是没有定義的 等于说非法入侵 他就在刘家里面当长工 后来不小心人家知道他的功夫底子不错 所以刘家刘固他们家族就把他聘为 原本是长工 把他聘为师父 用很高薪的礼遇来对待他 后来那个瑞塞他就在他们刘家里面 就把他的很重要的石鹤泉流传下来 石鹤泉是台湾很特别的泉种 因为大部分的鹤泉都比较软 紧嫩 但是石鹤泉因为他是强调攻击 因为他吃东西就很快 所以他比较强调力量 所以石鹤泉是在鹤泉里面中 比较有特色的代表性的泉种 鹤泉的速度快如闪电 收放之间拥有弓弦的气势 速度之快令对手眼花缭乱 往往一出招就令对手措手不及 上去是我的父亲 然后再上去是我的祖父 再上去是福州的一个师父 叫林德顺 然后在1927年 把这个石鹤泉传承到台湾来 那到现在呢 石鹤泉在台湾的传承 差不多也有七八十年的一个时间了 石鹤泉的威力简洁利落 而气力万钧 拳法有身似杨柳泉如淡的特性 石鹤泉注重两倍弹斗之劲 出手如攻发箭之迅速 借势实力 拳法以竭力指力为主 速度和攻击兼备 甚至一个招式内可以连续做三四个攻击 选雷不及掩耳的特性 快得令对手难以招架 近年来我们将石鹤泉运用在防身术上 快速地攻防 必要时再做反击 石鹤泉的发现呢 你会听到有一个像雷弓镜 那个雷震令 你注意听 我现在在这边展现面 主要的镜从哪里 从身体 然后瞬间由柔至钢 所以说日本有一个空手道叫做钢柔柳 他就是鹤泉的一个前神 这个创始者呢 一个日本人 也是去大陆学了鹤泉之后 回日本创造了这个钢柔柳的空手道 所以说我们 因为是女孩子发明的权 所以说她要知道 从柔至钢的一个展现 你知道到时候不分析 老师 这时候来有些时候 我们可以贴研究 然后看一下你的发现的那个 指标力量是要的情形 好啊 这次我们使用三种仪器 测力板 加速硅 EMG积电测量仪 透过精密的实验 一起来揭开鹤泉的神秘面纱 揉紧 先揉再倒置它 大家可以看到后面的石鹤泉的大师 我们特别请他来我们实验室做实验 因为它的发镜有一个特色 就是会产生一个声响 所以我们会请他来做两种发镜 第一个是拆胸发镜 可以看到这种声响产生在后面 再一个是随手发镜 发镜在前 会听到声响在前 那我们会用三种仪器来帮他做量测 了解他到底为何可以产生声响 第一种我们会放的是测力板 在这边 看一下他虽然发镜在手上 大家很多人说立发于根 所以我们还是会用测力板来看 他是不是跟地面下肢的一个技巧也有关系 那第二个我们会放加速硅 加速硅我们是可以去了解它的一个量测 它的加速度的一个轮动的形形 它的一个动力链传递是用什么特色 什么技术让它产生声响的 那第三个我们会去放EMG 所以EMG我们可以看它内部的肌肉活化的形形 知道它的肌肉的控制到底是怎么样产生这种协调 然后制造了这个声响 以EMG机电测量仪配合动作分析系统 来整合分析出不同的动作 会造成什么样的肌肉电位变化 EMG机电测量仪使用电极贴片 来收集肌肉的电位变化 经由导线传道放大器 电脑可以清楚记录肌肉失利的强度 动作分析系统则是透过摄影机 红外线辅助摄影系统 在受视者身上贴上标记 可自动追踪并制作成3D的模型的模拟 透过这两个系统的搭配测试 可以清楚得知内部肌肉的活化情形 第一个我们看的是拆胸发镜 我们用了麦克风量测的结果 我们发现它的声响最大声是发生在它的背部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它的数据 它的一个测地板的情形 到测地板的情形 我们有看到在上面所讲的看到的数据 我们发现它在发镜的瞬间 其实它的测地板 它本来是站在它的一个巴黎位置就是巴黎位置1 但是它当它在发镜的瞬间 你可以看到它的立板的峰值微微的上升 大概10%左右的巴黎位置 这就是它借地死地的情形 让这个镜传导到它的手上 但是它的10%其实巴黎位置不算多 也就是它用的是一种巧镜 一个瞬间的爆发产生了这个声响 所以我们看到它的加速柜情形 肩轴碗可以看到它的碗跟它的轴是同步的 就是它在发镜的时候本来是先驱动 然后在瞬间加速刹车的时候 这边是同步的 然后之后再轮动到它的一个肩膀 如果我们是甩毛巾 我们反而是相反 这边会做完刹车 然后让这边的加速度发生在之后 产生一个爆发的一个声响 但是因为它的发镜要在肩部 所以它的你可以看到它的加速度的情形 是在肩部跟碗部做正间的刹车 然后之后让加速度是在它之后产生是在肩部 产生这个声响 所以它这个加速度在肩部突然之后的一个加速度的矩质很大 就产生了一个音响的效果 B&G的资料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在比它的肩肘碗的这个肌群 我们可以发现到说 它不管是在斜方肌的部分 或肩内旋外旋所需要的肌肉 以及肩关节的肌肉 它都有这种冷冻的情形 怎么说呢 就是就像我们在甩毛巾的时候 我们的一个作用机 就是伸展肌群一打开 但是要产生这个回车的一个声响 我们会在这边突然做刹车 然后让尾巴有一个甩动的声音 那它的肌群的确我们可以看到 肩肘碗都有这样的形象 都是它的作用机群先处理 让它做伸展 然后瞬间之后就紧接着是有一个 结合系的肌群去收缩 让它产生刹车 然后最后就会震动到它的一个肩部 让这个肩部的震动产生一个高质的加速度峰值 然后产生这个声响 所以这就是它一面区活化的使用的技巧 让它产生的声响 所以它不会像说一般可能比较 它所谓的力要巧 就是它有一个轮动的发力的情形 那像有的人发力可能比较僵硬 两边是产生了共缩缩 就是作用机 结合机 或者所谓的伸机跟驱机两边同时用力 其实就会变成僵硬 但是它是轮动的情形 是两节轮动的情形 它就会产生一个动力力的传递 然后去产生这个声响 这就是它的一面区活化的特色 所以接着我们可以来看它的水手发镜 是发镜在末端 声响产生在末端 它的动力链跟如果反向的 要发镜在肩膀有什么不同 这个从加速龟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 如果在加速龟你看 我们看出来跟它不同的地方是 加速龟它呈现的加速度 是在它的末端的峰值里 就是先产生在轴跟肩的一个加速度以后 然后迅速的刹车以后 接下来就是这里的加速度峰值产生峰值 也就是说晚部的加速峰值 发明在轴跟肩后面 所以让它产生了一个抖动 最快速是在手部的抖动 把这个动量的传递出去 所以它的声响产生在它的一个手部 然后也是有一个发完以后轮动的情形 一个加速然后一个刹车 一个瞬间的抖动 然后让这个动量传递到末端 结果就是让末端的加速度产生在最后 也是最大的峰值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居直 这个加速度我们量测的情形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声音 你看我们看到的是 它的一个肩膀跟轴 它的加速度最大可以到几乎是10G 想想看F1赛车它的刹车的时候 也不过是5G到6G左右 所以可见它的G值加速度非常大 让它这个一个快速的加速行为 产生了一个振动的效果 然后划破空气 所以就会有一个声响的效果产生 那即使是它的肩都有6G 那6G也是差不多是在F1赛车的 一个转弯的加速度的速度 就会让它感免得更高 但是它是在F1赛车的时候 对它感免得更高 但是它才可以到1G 刚才是在F1赛车的位置 它温暖的转换